HIS 早前针对高效能游戏玩家市场 推出HD 7970 iSkill X-Square Turbo古图卡 采用新一代Tahiti X-T2古图核心 并预设超频至1180MHz核心时物 和GDDR5 1500MHz记忆体时物 配上iSkill X-Square双风扇散热器 令效能和散热能力两者兼备 HIS HD 7970 iSkill X-Square Turbo 采用28nm Tahiti X-T2绘图核心 内建2048个Stream Processor 和128个Texture Units 绘图卡核心时物超频至1180MHz 被AMD官方预设时物1050MHz高出超过10% 令效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记忆体方面 绘图卡搭载12火HINIX A5G QEH24 AFR GDDR5记忆体火粒 介面为384bit 提供合共3G容量和288G per second 几体频宽 并以GDDR5 1500MHz记忆体时物运行 绘图卡利用两组8pin电源接口 内建Chill CHL8228GPWM控制晶片 提供8箱输后再分拆成18加1加1加1上供电设计 令电流平均分布至其他上位 电源供应更加稳定 同时提供一组DVI和HDMI接口 另外亦设有4组mini display port 能够利用AMD Affinity技术 提供最高6屏幕输出 散热器方面 设有3条6mm和2条8mm道力铜和道热管 将核心热力传送至大面积散热期片 并利用两把89mm散热风扇将热力带走 同时散热风扇经过特别设计 线热尾端设有波罗纹 能够有效减低升操 即使全速运行的时候 亦不会产生太大升浪 此外PCB设有不同的监控功能 绘图卡中间位置 设有一伙变色LED显示灯 在不同转速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由最低速的绿色、青色、蓝色、紫色 到最高转速的红色 用家能够直接估算风扇转速和绘图卡的温度 另外PCB背后亦有4伙SMDLED显示灯 每伙分别代表绘图卡正在限制和运行中的情况 令用家一目了言 供电接口旁亦保留电压測量点 能够利用电标 实时量度出核心电压和记忆体电压等 非常适合超频用家所需 于HKEPC OC Lab的超频测试中 绘图卡的核心事物 比AMD官方预设高出超过10% 各项游戏测试亦得出效能高于官方HD7970GHz绘图卡 而且温度明显较低 此外于风冷测试下 以1265MHz核心时物和1800MHz的记忆体时物 可顺利运行3DMark11游戏测试 绘图卡的效能分数亦再高出8% 虽然HRX HD7970i-SQ X-Square Turbo 外形和设计上和上一代分别不大 但从核心和记忆体质量方面 可见比上一代更优良 能够沿用上一代散热器解决热力问题 将核心时物和记忆体时物推得更高 令整装绘图卡的性价比大大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